我主要選舉的目的就是要主張 新政司法高 然後照顧花人年 就是我報兵參選的主要原因 明年選縣長 之後再選立委 大家好 我阿海 換了趴先生差點死了 一般人真的沒有名字 想不開了 我留這條生命 還要來照顧花人人 用什麼照顧 用我過去的歷練 年脈 經驗 意志力 戰鬥力 體力 所以 大家要有信心 尤其 人家 千萬要注意 語心說的說 生育七分肚 生育四分肚 盡量不要吃 吃下去殘留在鐵仔裡 很爽 不要很敗 所以客運動 是 十月十二號 下午兩點 大法官會議 我十年前 有申請一個解釋案 強制工作違憲 那要開 辯論 辯論 所以大法官都會到場 我前天 那申請我要到場 今天早上準下來 只要我去 表達意見 我就是要去 參加開會 然後同時宣布 重出江湖 那重出江湖的這個第一步 接下來會有什麼樣的行動 跟計畫嗎 這主要是要 新建樹花糕啊 因為花蓮政府對待花蓮很不好 把花蓮當作山頓公民 本來樹花糕十年前就要蓋了 結果臨死很高 現在來一個什麼 什麼樹花改啊 樹花鞍啊 在撇撇花蓮年 我主要選舉的目的就是要 主張新建樹花糕 然後照顧花蓮年 就是我報兵參選的主要原因 所以你還會再參選一次 對還會參選 這要參選什麼 明年選縣長 之後再選立委 那以前我們打開電視機啊 在這個新聞現場 或是抗議現場 都可以看到 這個柯董的這個聲音啊 當年為什麼還要這樣子做啊 因為要表達意見啊 因為媒體的力量太大了 媒體的力量可以對應付怎麼掙錢 所以 沒辦法去跟媒體聊到 所以當年那樣子做舉辦抗議 你覺得 有聽到你的這個訴求嗎 對 主要是這樣 那接下來你剛剛有說到嘛 你會打算從中江湖 那還是會 跑這個抗議場啊 新聞現場嗎 不一定 不一定 不一定喔